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所谓宗教研究的一个特别的播放清单 各位可以点下去看 我有很多谈宗教的 因为台湾是一个满天神佛万教齐发的一个地方 从我童年,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就看到很多的鸡童啊,什么游行啊,什么拜拜啊 那种队伍,我就阐出很多的疑惑 因为台湾的鸡童,亚洲鸡童特别就是自残嘛 拿那个武器把自己打了头破血流 刚好仙佛是个西医嘛 他是个军医,我就问他说 奇怪,那个人干嘛自残 我父亲他不懂宗教,他无法回答 他认为这是一种集体的歇史地理吧 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他要表现他是有神附身的话 为什么他不能够表现出突然在凭空飞起来 或者是你做一些什么特异功能 你为什么用自残的方式表示神附你的身呢 这我就觉得如果是神有灵的话 那不是有点虐待狂吗 这是我童年一直有的疑惑 可是刚好我在左营这个地方 左营这个地方是台湾 有的人说是台湾的那个宗教的那个 就是宗教寺庙的那个道观呢 最多的地方是在宜兰 可是因为宜兰地方很大 宜兰平均很大 那左营地方很小 那却在这么小的地方 就有3000多家的这个寺庙 道观还有神坛 卵塘 这些这个现象是一个 我们从小就腐蚀即使 左右左右前后到处都有这样子的 那个法绘啊 什么这些 降机啊 这些场面可以看 所以我从小就看了这些东西 所以见怪不怪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聊 等一下我这边秀这边 旁边这些书 就是我已经看过的东西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们来先欣赏一部这幅画 这幅画一看就知道女娲嘛 女娲古天嘛 这个女娲福西 那上面那个裸女就是女娲 应该是这样吧 那女娲跟福西不是这个造型 他们两个是人头蛇身的 那下面又有一堆人在那里饮酒作乐 好像是酒池肉鳞的样子 还有一个老头穿了古装在那里谈古针 所以我这幅画应该是 中国大陆人可能很熟悉吧 我不是我并不熟悉这幅画 那我只是有这一块瓷砖 这块瓷砖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画像砖了 现代画像砖印刷的 那我觉得因为它画得很好 那我说这个 我跟我朋友看这个东西 我说这是中国版的诸神的黄昏 因为它那个背后的天空是红色的 显然是那个黄昏的时候 好OK那我现在讲一下 那个有很多人讲说 我在讲那个宗教研究的时候 我都会把那本书拿出来 就是我根据哪些书里面来的 那其实那个各位看到的部分 只是冰山一小角 还有一大堆的材料可以讲 可以看可以画 那首先我们来先从 因为我刚刚是绣图像 所以我们就先从图像开始好了 这大陆人写的叫道教众仙传 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 中国武时神佛略传 这些都是故事 里面有副插画 那些插画 我看起来都觉得不咋地 然后大家看 中国神话故事 是这本书 这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 因为这个神仙 为什么都是要由神话 来让他引出场 那在中国的神话里面 我顺便讲一下 科普一下 就是中国人把那个神 我们要讲到 《封神演绎》 我们要拿下来 《封神演绎》那本书 有的人讲说《封神榜》 其实《封神榜》是 它公布了才叫《封神榜》 在中间是怎么演绎出来的 那本书主要是讲这个 是明朝出的 明朝人写的 那这个中国人 其实他把 是因为神乃人造 所以中国人 在造神的过程里面 他有一个原则 就叫做 有一种叫先天的神佛 什么叫先天的神佛 就是自然神 日 月 星 晨 还有什么 风 雨 雷 电 这些东西 自然现象的东西 他就叫做 叫做先天的神佛 人没办法造他的 那第二个就是 神乃人造 也就是说 神仙乃是凡人做 只要你修到 修到尽头就成仙 也就是说 你得到的时候 你就会 功德圆满以后 你就成了先佛 这种叫做什么 后天神佛 后天神佛 那像比如说 关羽啊 这些东西都是后天神佛 包括玉皇大帝 不是后天的 是先天的 但是后来的台湾的鸾堂 就是民间的宗教组织 他们公认为从明朝开始就有 据说从明朝开始就有 说玉皇大帝退位了 然后是由谁 是由关羽 关云长来现在接 那玉皇大帝怎么不是 天子是天命的 天真就是玉皇大帝 为什么不叫玉皇大帝 不叫金皇大帝呢 因为那个地方产玉 那个地方是在玉山 在玉 在那个跟那个西王母一样 那个故事很长 我们以后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先概括讲一下 现在的那个玉皇大帝是 是关羽 然后又有人伏击之后 又说关羽是第十八代 前面的玉皇大帝有好几代 都叫玉皇大帝 可是是不同的人 就包括太岁战 太岁爷也是有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人指日 那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这个就是神乃人造 造得太厉害了一点 那这边有一本叫 中国神话史 刚刚那是中国神话故事 那只是随便听听 这是神话史 这个作者叫袁柯 是一位大陆学者 他洋洋傻傻的 写了这么大一本书 我这上面的梅柱 跟那个图画 图像都很值得 很值得分享 足一的 因为他里面 他里面把这个中国的神话 这些东西啊 爬书的非常清楚 包括这封面一看就知道 三海经嘛 三海经的那些 那些三妖鬼怪 那是不是只有那些 研究宗教 研究神话的人 他们才研究 不务事理 来我们来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谁呢 文一多写的 文一多后来被国民党派的特务 把他给暗杀了 文一多这本书叫做 神话与诗 那我画的文一多的像在这里 那他中间特别讲调 这里面他很多篇文章都在西南 都在西南年大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 或者讲课的那个稿子 发表出来的 那收集起来 集结成这本书 那神话与诗里面 他讲的就是讲的西南的少数民族 也就是所谓的百越 那百越的民族里面 他一再的强调 吴越原住民 断法纹身 已向龙子 下水免遭脚龙痴 那我就给他画了这样 因为断法纹身 他们在水里面 所以也不用穿裤子了 直接暴露这个 然后他的最重要就是 他的纹身 在这个 在吴越这个地方 百越这个民族里面 他们的纹身 主要是纹在哪里呢 纹在这两个 两个这个 两个这个 这个大臂上面 还有大臂 还有轴 然后还有一个碗 主要是这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显然都有 他的 他的那个 需求的根据 那这个书里面 这个文艺多 我也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 这个伟大 所谓伟大的这个 学者都是很能够 很能够发想的 比如说训古学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么多中国大陆的方言的话 很多的那个古文 你根本猜不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完全猜不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那因为他的方言 在某一个某一个东西 在那个地方的方言 是这样叫的 那他行出文字 就进入了史籍 那你现在 后人再来看 你看不懂 比如说储词吧 很多人说储词 他读不懂 最好笑就是说 那个诗经 诗三百篇 北方文学代表作 诗三百篇 那个王国为就自己说 他中间有八成 他读不懂 这不是他自谦之词 为什么 因为古文太深了 而且那时候 十五国锋二亚三宋 里面很多 当时那个时候 孔子在订 这个三定 这个诗经的时候 孔子用的是蝌蚪文 孔子用讲的话 也不是今天的三通话 所以 再来那十五国锋 十五国的人 讲的都不同的方言 所以你收纳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其实问题很大 再来吧 国锋 锋就是什么 歌唱 诗经里面的全是唱的 现在人不会唱 整个金金 紫金 有有我心 如果各位有兴趣 去看看诗经的歌唱 这个文艺多的著作 我看的很少 这其中之一 那我看了它 因为它这里面 主要是讲的什么 讲的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 它的收集 跟那个 那个实地踏坑 这个也 做的相当的 相当的彻底 来 这样我们来看看 我们常常讲的西王母 就是姚诗经母 姚诗经母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边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黄山书社 是中国大陆写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 昆仑神话与西王圣母 这个画画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最主要是这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的内容 因为西王母 现在根据考据 西王母现在的地址 都可以找得到 青海湖 青海湖是西王母的发源地 那至于说 每次要讲的西王母 都要讲到 那个秦木工的事情 要讲到赵父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父会支持的神话 但是这个神话 一定有它的来源 还有它的目的 这些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就再来讲 因为西王母 这个 这三个字 有的学者说 是一个部族的名字 一个部落的名字 就像神龙 炎帝 或者是福西 他们都是部族的名字 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西王母 有的人说 是一个族的名字 那个族是母系社会 领导者是一个女的 这样子 而且它是什么 它有带那个带圣 然后还有批的那个 那个那个 瘦 爆皮 这个西王母 我记得可能我讲过一次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再再讲 因为 汉人就 把这东西弄成 瑶池金母 又自己 自己 瞎造一个 瑶池金母 那另外 要跟西王母 又配一个东王宫 东王宫 就是木宫 因为它属木 东属木 另外呢 后来又发展出来一个 梨山老母 没有梨山这个地方 栗山 栗山 栗山居然有个老母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有趣的地方 再来我们来看看 我所有言有所本 这边有一本书 是台湾 台湾出的 这本书挺好的 这叫做 文山 顿收 萧天石 主编 道账精华 第十一集之一 叫 历市 真仙 体道 通鉴 上册 还有下册 光是这个上册 就很精彩 这是台湾的自由出版社 出的 历代真仙 里面全部 基本上 全部都是文字 都是以前 那个刻板 刻板印刷的时候 木板印刷的时候 文字 现装书 可是你从这个里面 你读 读起来的时候 以我这种人习惯 就是要 要把它图像画 要把它那个画面感 要拿出来 所以我画了很多的插画 根据他讲的这些 神仙 这些神仙的传说 包括这个张道林 等一下我们会聊到张道林 那包括这些东西 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学者 台湾的学者 这个 这个学者叫李峰林 李峰林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宗教的教授 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探求不死 因为那个 道家说的 我命由我不由天 所以他们要寻求 藏身之道 那历代 历代的那个帝王 通常死的 不管是红丸什么的话 除了他们要 那个补胜壮阳 然后那个 让他雄风 在举以外 那另外一个 他们主要都是要 想求长寿 比如说秦始皇 找徐福去寻求仙丹 那历代的 汉武帝也是这样 没有一个皇帝 不想要 永保他的那个 王朝 所以藏身之道 可是道家的人 是不是真的就 有的佛家的人 都知道 修行到一个程度 他遇知实至 也就是他知道 他的死期 什么时候 几点几分 他会死 所以他就会召集徒弟 大家沐浴更衣 然后坐在那边 等待死神来临 接引他往生西方 或东方 或北方 或南方 那道教的人 他不接引 他接引到天上去 可是他怎么知道 欲知实至呢 道教的人 他是 他自己服食丹药 简单讲 就是服毒自杀 他能够控制自己 什么时候 可是这些服毒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 是非常痛苦的 挣扎 因为疼痛 各种的那个 这为什么道家要这样 这本书里面讲的挺有意思的 我仔细读了 所以我会仔细读的话 我都会把它标注 他在里面有 先到世界 不实的探求 道教炼丹术术的发展与 衰弱 最后道 道教内丹派的 丹道气功 李峰林教授 挺有趣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人 比如说这个 这个民间学者 可能也有在学校教书 李硬中 李硬中 他是跨界在 跨界在ET 也就是飞碟 这些东西 神异事件 的一个人 这个李 台湾的一个学者 叫李硬中 他这本书叫 大世纪 佛经 宇宙人 济世 也挺有意思的 他是从佛经里面 来探求 佛经为什么那样写 因为佛说 他是实语者 不框语者 他讲的全都是实话 但是他讲的又多是神话 不能够用现在 科学用现在的现象 来追寻 所以就让人产生了 极大的疑惑 那我是不是只有看 中国的东西呢 不是 我也看这个外国的 比如说像这边 就两本 一本叫做 上帝的异想世界 这本书很有意思 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 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画那个 戴伯特 一个漫画 那个漫画 一下子在风靡了 全球可以说 在美国第一个风靡 谁能够被他画的 那觉得是无上荣耀 那这个 那个画戴伯特的那个人 以前他也没有 也没有画过漫画 一下子就画了漫画之后 就成名了 然后连续就发 发行他的周边商品 非常成功 可是戴伯特之后 没有第二戴伯特 也没有戴伯特续集了 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不知道 结果四哥很多年之后 他又写了第二本书 这第二本书就很奇怪了 叫上帝的异想世界 它是关于科学哲学与神学的颠覆思想实验书 给喜欢脑力激荡的人 所以心智年龄在14岁以下65岁以上的人 请不要阅读这本书 哈哈 因为什么 你的脑筋太老旧了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我看了 而且我还做了插画 我想还是你去看吧 因为没有他讲的那么样子的 我感觉没有他讲的那么样子的精彩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叫先知 先知这本书是 本书被译成十种语言 风情世界加贫如涌 他的作者是一个外国人叫 凯利·杰伯瑞 这本书也是当年也是一个很轰动的 很轰动的一本书 因为他这本书里面 先知嘛 先知这是会预言的人 如果以中国人的来讲 他就是乌习这一类的 这个神婆 那个神汉这一类的 那至于说是不是他那个真的 在圣经里面动不动就有先知 而且古时候的先知很多 真的多如牛毛 圣经里面可以举出来的先知 可能有上百人 那后来有没有 后来也有假的先知出现等等 至于说现在呢 现在那些所有的新兴宗教的那个教主 全都是先知 简单讲就这样 台湾以前还有个非谍会 陈恒明 一个三民主义的教授 他带个斗笠 召集了一大堆人 把家财全部变卖到美国去 要到美国去等什么 等外星人开非谍来 把他们接到外太空去 后来时间过了 非谍没来 大家就鸟兽散 人家并没有怨恨他 然后他自己也因为善尽家财 又从台湾又从头开始 又带着斗笠 继续他的 不知道是行道生涯还是行变生涯 不论如何这种人啊 都有 他们都是有坚强的意志啊 他从来没有相信 他从来没有怀疑他自己的信仰 是真的假的 OK 再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本叫上帝的指纹 上帝的指纹是一本小说 那这本小说好到什么成果 好到日本人给他画了漫画 用漫画 因为成年人要看小说很费劲 所以没有时间 直接看漫画 你在零碎时间你就可以了解 另外就是说 你要搞宗教这玩意儿 如果说你只局限于台湾 只局限于中国 封神演义 只限于这些东西 那小圈圈东西 很多东西你一讲以后 你就觉得说 就真是什么 真是说 你信则有不信则无 其实不是信与不信 而我们只是把客观的提出来 有这样的东西 那在历史上 这些宗教在中国 是不是造成很多的教乱 教匪 那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 我们研究宗教 不是说我们要去信教 而是我们要去了解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新音宗教 那个教主讲的教义什么 都非常的肤浅 非常的可笑 可是呢 他当他聚重了几千万人 你就笑不起来了 为什么 你前后左右的人都是 蚂蚁斑斗就可以把你给 给你扳倒 甚至把你消灭 那个时候你就会讲 众人皆罪我独行 也没鸟用 那这就是说 有的什么宗教 我就不用讲了 最近那个新冠病毒 在韩国大爆发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新兴宗教 一个基督教 副中基督教的一个教团 聚会的时候 有上万人聚会 结果人传人 连教主的弟弟都因为感染死掉了 感染新冠病毒死掉了 所以多可怕 因为人太多嘛 那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外国的 我们一定要从外国的开始 这是希腊罗马的神话 在台湾的美术的和工上 文艺不新时期画了很多这种东西 很多艺术品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仔细讲 很多艺术品都是在讲希腊罗马神话 希腊神话故事 这种只有文字没有图的 刚刚那个是有图 有那个 那另外这是 这个国外出的 非常精美的 希腊神话 英文的 英文版的 里面的很多的精彩的图 还有CD 它还有CD 还可以让你反复的看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新的这个外国人研究宗教 最有名的 最近代 就是近现代 最有名的那个人叫做 Joseph Kemper 坎博 坎博这个人 他写了一系列的这种书 他这个人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 印度的那个奥修一样 也是一个领导者 来看看 他写了神话 英雄的旅程 都讲他 因为他是 他当年在 他是修历史的 历史教授 当时他失业 因为他的那个博士论文 是主修 就是讲的神话学 那时候没有 没有市场 结果后来他出了书之后 大家就蜂拥而至 因为神话可以隐喻 可以有很多 很多现代的用法 那因此大家认为 神话学变成一个学了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随便 青菜公共娘娘 结果后来他就 非常有名 所以说 如果我今年 1955年生 今年64岁 如果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 如果没有读过他 不知道坎博的话 那你就low了 OK 好 那我们再来再来讲一下 最后一本书 这讲这个 这个叫宗教经验之种种 这个书的那个作者 也是一个外国人叫 William James 也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本一本书 立序 台湾的立序出版社出的 立序专门出这种精神分析 这一类的神秘的 主义的东西 那这本书你看 也很厚 相当厚 那他也在 字很小 那他也在讲这些 这些宗教体验 大家都常常在讲一个 研究宗教 研究神话的人 都要讲一个叫做宗教体验 就是说你信了没有 你有没有入道 就像说你今天研究帮派 你如果不成家一个 某一个会道门 你就研究不了 因为那是秘术 秘迹 秘传 如果说你今天研究一贯道 你不去求道 你就没办法 你如果研究佛教 你不皈依 你哪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道教 你没有参加过灾教 你根本不知道 他在搞些什么东西 还有要亲近善知识 什么叫善知识呢 大善知识就是这些书本 写书的人他负责 所以你看着书的时候 等于打点滴 而我们平常在旁边 看到那些所谓的教徒 都不算什么 那只不过就是一些柴火而已 能够加温 起不到让你燃烧的作用 那我希望说我的这些影片 能够给各位一些启发 以上吴中诚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我们的风筝演绎开讲 谢谢